女孩脱掉衣服 露出性感的身姿 准备拦下过往车辆 眼看及时而过的小汽车 这招根本不管用 但幸运的是 好在有一辆货车停了下来 等两人上车之后 胡子男却伸出手指 让他们交出2000块钱的乘车费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答应 不知过了多久 车厢里忽然传出一阵声音 两人非常疑惑 随着声音越来越大 他们害怕极了 询问车厢里装的什么东西 可司机二人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猛踩油门 加快速度 男人立马察觉不对劲 赶忙拍打司机的肩膀 让其停车 司机却不管不顾 将车开进一条小路 将车停下之后 然后拿枪对准男人的脑袋 这可把他吓坏了 眼看对方不敢再闹事 胡子男和司机小帅 准备下车检查 就当打开车厢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幕 彻底把他们吓坏了 只见车里的偷渡客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没的办法 他们只好先将尸体全部拖出来 等把尸体拖下之后 小帅拿出一把小刀 对着其中一个尸体的胃部 就插了上去 然后掏出两袋面粉 其中一袋 已经被胃酸腐蚀破裂 原来 他们为了贩卖面粉 逼迫偷渡客吞入口中 不料面粉直接破裂在人的身体里 这才导致偷渡客 全部命送黄泉 货车司机只是打开车厢的大门 发现里面的偷渡客 全部死在了里面 这一幕 把二人吓得压麻呆住了 只见尸体的眼珠泛白 对着尸体的胃部就插了上去 然后掏出两袋面粉 其中一袋面粉 已经被胃酸腐蚀破裂 原来 俩人为了贩卖面粉 逼迫这群偷渡客 将面粉吞入口中隐藏 以此赚取更多的马内 没想到包装不过关 导致这些偷渡客 直接领了盒饭 胡子男得知情况 直接将小帅痛打一顿 并让小帅赶紧处理掉尸体 车上的小情侣 得知情况不妙 偷偷跑下车来 趁其不注意 慌忙抢过一把手枪 死死用枪口对准他们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尸体突然站了起来 小帅看到吓坏了 只见尸体朝着男人步步紧逼 吓一秒 直接就被变异的尸体给咬死 当场领了不要钱的盒饭 吓得短发妹直接愣在原地 小帅健壮 急忙拉着女孩逃离 而身后的尸体 也都离气活了过来 胡子男下的早已开车逃离 他们拼命追赶货车 变异的尸体 在后边紧跟其后 好在司机放慢速度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面对丧尸大军的袭击 眼看就要冲进车厢 关键时刻 他们顺利关上了车厢大门 不料下一秒 悲剧又发生了 苞米地内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尸体 然而就在这时 一具尸体竟然站了起来 如同丧尸一般 朝着他们步步逼近 趁面前的男人不注意 直接将男人扑倒在地 直接领了世界上不要钱的盒饭 一旁的女孩健壮 吓得被愣在原地 随着全部尸体都离奇复活 他们在后面紧跟其后 好在最后一秒 他们成功跳上货车 眼看丧尸就要爬上车厢 两人急忙关上车厢大门 本以为安全时 货车突然发生剧烈摇晃 很快 车子就发生侧翻 黑暗中 无数脚步声从车厢上快速踏过 紧接着 就传来胡子男的惨叫声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在昏迷中醒来 女孩惊恐地发现 一具尸体站了起来 吓得女孩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胆大的小帅出去查看情况 等尸体转过来时 才发现男孩并不是丧尸 这才放心也跟着走了出来 就当小帅走过来 突然发现 男孩的眼睛变成白色 立马拿起碎玻璃 就要解决掉眼前的男孩 可女孩却将他护在身后 看着小帅朝着他们逼近 女孩急忙捡起地上的手枪 对着小帅就扣动了扳机 事后 女孩带着男孩驱车离开了这里 就当他们开车 来到一个集市面前 此时的小男孩 已经完全发生变异 女孩立马举起手枪 对准男孩 随着一辆火车及时而过 下车的人竟是男孩 看到新鲜的食物 直接朝着面前的人类冲了过去 想必这里很快 就会变成丧尸的根据地 关注痘痘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